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朕要你做朕的一把刀 去杀了杨权 作为迎娶平约的聘礼 你敢还是不敢 既然 他们想要选择裴文轩 那我们就让这世事 再无裴文轩 苏某接到线报 今日城中会有一场骚弄 而我们行物 必须在第一时间 把凶手抓到 是 若裴文轩成事 确保他可以立即进攻来建议 若他失了手 那便除掉他 今日 朕也从未见过他 这是我替你 向太子讨的 还顺手送了你几个人 祝你好运 通敌叛国 劫持公主 刺杀朝天命货 这些你杨氏都敢做 我杀你 我什么不敢 跑你个裴文轩 我要让你给我的权益陪葬 我等奉陛下之令 缉拿通敌叛国的杨家重人 拿下 杀 不知父亲对杨家是何态度 现在要求的不是杨家 而是整个世家 我可提醒你 他 彼此什么都说 他的立场还不清楚 见过公主 有这个权子 朕倒觉得 这个裴文轩也不错 有些智慧 向往也好 你要是嫁了他 也不会吃亏他 立柔 总有一天我会与你并肩而行 保护你 这苏蓉听他觊觎你 你不也是吗 你刚刚 在紧张我 好尽量的东子啊 我是在担心我自己 你说你要真出了什么事 我还有命吗 哎呀 夫君 走那么快 人家都跟不上了 这小姑娘要看这门 褚元说的事 是夫君考虑不周 如果没有权势羁绊的话 殿下可否考虑 家义为 殿下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苏永钦 但只要我在 不许说 有些人只是明月 渴望而不可及 苏大人 往后还是首帝殿下的 不然我都搞不清楚 苏大人的明月到底是谁了 我就是想知道 你为何定要去杨权认同 你不是想要兵权吗 一想念我就给你 太有缝补了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当年可是你说的 这波斯无影的衣服 穿在我的身上 别有一番分歧 我说过这话 你说过 成婚礼 七夕 天花 你比烟花更美 以前的我 应该很讨厌吧 我不是也一样 方才听你说 那只我拿到根据 我差一点就心动 让我们打个赌 若是殿下 可以对微臣动真心的我 微臣 命给我送 请你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